欢迎大家来到儿童主入学 空中教室 让我们起来敬拜赞美吧 歌诗天赋世界 海童彩岩雕丁 宇宙歌唱四味相依 星辰着了龙山 这是天赋世界 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藏甜蜜海 树说天赋全能 这是天赋世界 小鸟战是飞鸣 青春明亮豪华美丽 真明天里清晨 则是天赋世界 他爱不期关切 风吹之潮将他表现 天赋充满世界 天赋充满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 主主教我不管 最恶虽然好想得生 幸福却仍掌握 天赋充满世界 像是天赋充满世界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求主赐给主日学的儿童们 身心灵都健康 学习上帝的话语 紧紧依靠上帝 并且学习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 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圣名求 阿们 紧紧被杀 子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让我们来听故事吧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与马铃薯有关哦 以前有两个国家 一个在东边 一个在西边 有一天 他们开始打仗 慢慢的农田荒废了 深处逃跑了 家庭也破碎了 一位妇人 她有两个儿子 扫许森树和一大片马铃薯盐 她用厚厚的围墙将自己的家围起来 过着和乐的生活 可是她的两个儿子 常常问妈妈说 为什么我们的家 要有那么高的围墙 妈妈说 因为我怕东边的风和右边的风 会吹进我们的院子 那我们的马铃薯就长不出来了 寒冷的冬天夜晚 两边的军队打得非常惨烈 可是 这个太太跟她的儿子 在暖暖的壁炉旁边吃烤马铃薯 有一天 她的大儿子爬上东边的墙 看见了东边国家的军队走过去 她就跟她的妈妈说 妈妈 你看那些军人穿着的军服好漂亮啊 好帅好英勇哦 我也要去加入他们 妈妈说 不要 我曾经看过那些衣服变得破破烂烂 你赶快回来 儿子不理她就走了 第二天 她的二儿子爬上了西边的墙 看见西边国家的军队走过去 妈妈 你看 他们的军服好帅哦 衣裳的徽章看起来很漂亮 妈妈说 不要 我曾经看过那些蓝色的军服 染上了好多的血迹 而且徽章全部都生锈了 你不要去 快回来 儿子也不理她 两个儿子都去重军了 后来大儿子成了东边军队的将军 小儿子成了西边军队的指挥官 两军经过无数次的战争 两兄弟每次打完战以后都觉得非常难过 而且非常非常累 就在那个时候他们特别想念妈妈 两边的战争越来越激烈 所有的田地都被毁了 没有食物可以吃 所以士兵都饿肚子 他们跟将军说 将军我要吃饭 我们都是很饿 西边的士兵也对指挥官说 我们好饿 放开把我们找食物 这个时候两兄弟想起妈妈家有食物 于是他们走进那个家 然后爬起围墙 就开始大喊说 妈妈快点把马铃薯拿出来 我们都快要饿死了 可是两边的士兵都爬进来了 两边的士兵都在抢马铃薯 为了抢马铃薯爆发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争 大家抢呀 杀呀 坎呀 结果围墙被破坏了 房子也被拆掉了 等两个儿子发现妈妈的时候 已经看到妈妈躺在那里 两兄弟以为妈妈死了 就很难过 妈妈 你赶快起来说说话 两个兄弟就抱着痛哭 其他的士兵看见了 也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也一起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妈妈醒过来了 好啊 你们弄坏了我的房子和我的田地 可是我的地窖里还有很多马铃薯给你们吃 不过你们也答应我一件事 吃过马铃薯过后 你们就要回到自己的家 回到自己的妈妈身边 帮我把这边整理干净 士兵们都答应了 妈妈就把所有的马铃薯拿出来 请这些士兵吃 士兵们吃饱了之后 就各自回到他们妈妈身边 那些妈妈看到自己的儿子回来 都非常高兴地拥抱他们 从此以后 东边跟西边的国家再也不打仗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作者会写这个故事吗 因为他在小时候 曾经目睹那岁的士兵冲进他们的家 带走他们家的全部家人 所以他其实也目睹了战争 他非常非常的难过 所以他就写了这本绘本 希望提醒我们每个人 要珍惜现在的和平和幸福 不是王弥先生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早天地 野荷花而来 我要向高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来 我的帮助从早天地 野荷花而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的帮助从早天地 耶和华尔来